一触即发,欧美威胁三连发,普京举动意味深沉乌克兰,昨夜金城俄乌摩擦骤然升级乌克兰,宣布全国战被美国侦察机飞抵前线,基辅德尔使馆被燃烧平包为安理会托抹横飞炒成了一锅粥,传道桥头没有值,一场由通行引发的矛盾,被信案被上纲上线一叫醒来,大家都在说,考验普京的时候到了但在长安街之时, 看来对普京的考验不是他敢不敢打,而是他能不能忍兵临城下热战一触即发,的背后显然是一场冷思考的比拼,斗法从面上看这场俄乌斗法,大有一触即发 知识周日,乌克兰海军两艘炮舰和一艘拖船打着自由航行,的旗号意图穿过客室海峡,驶入亚素海俄罗斯,当然不能允许这种不速之客,在眼皮子底下,横行于是撞了船,开了火最后还把人缴陷了随后发生的事,就像美剧一样情节紧凑,战鼓雷雷。 一,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宣布全国战备乌克兰民众走上街头,朝俄罗斯大使馆里扔石头紫盒燃烧瓶,二,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紧跟着宣布,全力支持乌克兰与大权抗争到底,三,安理会的紧急会议上乌克兰,悲壮,的呼吁全世界制裁俄罗斯法国,英国强硬要求俄罗斯放任美国更狠, 直接抨击俄罗斯此举事对乌克兰主权的侵犯威胁三连就向伤,晾好了似的,而普京做了什么呢? 开枪扣传之后,他干了两件事,一是给默克尔打了个电话把英国,丑话说在前面,二是发表了一份声明亮出底线警告, 乌克兰后果很严重,串起来的这些动作表明,相比于欧美要先桌子般的怒火普京,已经相当克制,能动手就不动口,的战斗民族目前为止,只摆了一招,起手是考验, 当我们总在说考验普京,的时候考验他的是什么呢? 打就打了这就是普京,一如当年乌克兰推翻了俄罗斯,支持的亚努科维奇普京一怒之下,就吞并了克里米亚, 但问题是仇家们面对的普京,并不是一个只会蛮干的马汉,他能升更能虚, 埃尔多安指挥部队,基洛苏24战斗机俄大使在安卡拉,被当众枪杀普京忍了,G20峰会上默克尔带着欧美国家拉着脸给他看,颜色他又忍了, 阿伯特叫嚣一见面就爆栓,他普京还是忍了,而且见面时还跟对方握了手,可是后来那些他忍过的人和事,最终都被他收服了最近的一个大场面, 一战百年纪念活动上所有元首都与普京微笑致意,包括土耳其总统和德国总理, 所以,有一个现象,发现没有普京的人比他爆发时更加可怕,该开枪开枪,该扣船扣船当断不断,不是普京的性格, 但接下来的行动,才是对这位强国元首应有定力,得考验头疼普京之忍, 同样事件很烧脑的是这场看不见的厮杀比看上去的更复杂, 乌克兰敢于挑衅援起克里米亚,被推支持, 2014年之后,俄罗斯认为克里米亚,克赤海峡就是俄领土, 但对欧美来说,这是侵略是非法的,乌克兰建船有权自由航行, 但是这不足以,令乌克兰在如此敏感的时间节点上爆发, 长安皆知事此前撰文分析波罗申科选择在G20峰会召开前西调启事端, 是担心美俄总统会在峰会期间达成某些协议,而自己则可能会被牺牲, 为此他必须闹出点动静来带普京,没有任何主动打破平衡的动机和平对当下的俄罗斯来说太过难能可贵, 否则这位66岁的老人不会在日本和欧洲之间东奔西走更不会每隔几天就被迫回应一下西方媒体, 关于他与特朗普之间的关系,他现在需要的是与后者建成, 面对成话解除制裁走出衰退,而不是再次展示刚刚被评为世界, 第二的传线炮利,如今的北约也已不是特朗普的后花园, 乌克兰的这出苦肉季才刚刚开始,后面还有更大的局普京烦恼特朗普想必也很头疼这第一颗细心埋下的地雷, 普京踹一脚听个响后面的雷阵,换成谁会去他呢?